話要說回來 這種零算的這種打游擊式的抗爭 它對於一個要堅持不改的政府來說 實際上又構不成什麼的威脅 因為你就是給整個社會造成不安 它或者乾脆就不理你 如果要理你 它也就能抓幾個算幾個 到頭上你對它並不會構成這個很大的威脅 當然下面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十一 你十一畢竟你雖然七一那次生其事 以下雨為理由改在室內進行 那麼十一是中共建政七十周年這麼一個大慶 你也躲在屋裡進行這有點不像話 所以在十一 而在十一這麼一個場合之下 那些主張對採取勇武抗爭的人 那當然它不會錯過這個機會 所以在這個十一之前 當局北京會採取什麼舉措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值得關注